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 届时将会有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论坛 怀荣燕青湖国际会议中心是此次高峰论坛的主会场 那么燕青湖究竟什么样呢 一起来跟随新华社记者的航拍镜头去领略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